这个是德国沃沫市的教堂塔楼 我查的资料说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塔楼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感觉很多地方的教堂好像都要比这个高 有可能那些教堂高是因为主体建筑高 而塔楼可能没这么高 单单就我看到的在那个Strasbourg大教堂就非常高 也没有什么参照系 只能以这个人的大小来参照 我们可以把镜头拉近一点看看 历史上有景点 因为今天是多云所以看不特别清楚 好一点 这些主体建筑顶最上面尖上看不清楚 光线那么没办法 我们来看看 来看一下这些道路 可以看看左边对称的地方,左边对称的地方也在维修,所以没法看清它的维修部分是什么样的 下面也是在维修 下面有些人在拍照,我们看一下上面写的地方 太远了看不太清楚 它这上的雕塑也很精美 上面的 我们看到左边也是在维修 一样的 左边也有这个地方的最称的,最称的小尖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地方的雕塑很有意思 可能是这个地方的城市的标志,他们当初的文国的标志 两个狮子,还有一个棍牌 这都是它的标志 我们可以转一圈 可惜现在阴天,所以这个不是太清晰 一般的当年佛军 被有些人全然挂在嘴上贵族贵族 这些统治阶级,统治家族 一般就会有他们家族的统治标志 叫做家徽吧 这应该是一个喷泉 这应该是一个喷泉 但是为了节省水 节省能源 所以现在没有喷水 下面也雕像 估计也是这个狮子 有点人像化的狮子头香 现在应该是整点 但是在三点 教堂的敲钟都比这个 手机上显示的时间要早一点 毕竟那个 现在手机显示的就是完全精确的时间 现在呢 教堂可能还没那么完全信息化 电子化 看这三个美女在做什么 拍照就是 拍合影 现在是几点 下午三点 因为我早餐吃的比较晚 所以准备去吃下饭 然后再看一眼这个教堂 让我们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这也是一个广场 还是不错的 虽然阴天 天上看起来也不错 广场上虽然是星期天 本地休闲的人 然后还有这个游客也很多 看见广场还摆着椅子 然后两个椅子之间铁面锁起来 这样的话就大家可以 防止被偷走 很有意思 很休闲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教堂前有这么大的广场很少见 我好像在Strasbourg见过 还有哪个地方也见过 你想起来了 我从来由看起来 我叫他们老鼠 那我来说 我但是你什么时候 那你知道还没准备 我不是起来 吗 可是我看起来 我不是起来 你意思吗 我也是